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觉得你需要多加分量的话 记得告诉老板 最后老板会预计你喜欢的辣度 领上老板特制的加力汁 如果你爱吃辣 你可以尝试要求大辣 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在亚劳斯达 这家亚勤七爷饭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很多人都以为七爷咖喱饭的幕后厂主是一位名叫七爷的人 或是排行第七的男子 其实幕后厂主者是一位女性 他叫杨莉莉 而且已故父亲亚青 早年是在车行后面经营咖啡当 妇女早年分工合作 女儿负责碰煮咖喱饭 把一包包咖喱饭放在父亲的咖喱当 由父亲负责卖 那七爷的名字从何而来呢 其实因为当初 蛋口板在附近的七爷庙 久而久之大家就叫得顺口了 也将此正乎沿用至今 七爷咖喱饭的特别之处是 咖喱的鲜红覆盖了整包饭 加上包装的关系 所有的米饭已经吸饱了咖喱酱汁 让它的味道吃起来更为均匀 口感更佳 为了迎合更多客户的口味 店家开发了7-8种口味的咖喱饭 有咖喱鸡 咖喱虾 咖喱白骨肉 其中由排骨 鱿鱼和羊肉 咖喱搭配而成的三合一咖喱 非常受欢迎 有机会的话 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这家独特咖喱饭 近这两年 他们也推出包装的七爷咖喱饭酱料 让顾客可以买回去自己喷煮 吃到味道几乎相同的七爷咖喱饭 Lestoren 5 with Dara Sawadika 又因为亚罗斯达很靠近泰国 所以这里有许多泰国餐厅 而今天小妹介绍的这间呢 它的总行是在吉达 吉达 距离亚罗斯达 大约需要30分钟的车程 在2016年时 老板就在亚罗斯达分设了这间分行 地址就在亚青七爷饭附近而已哦 他们家的招牌菜色有多种选择 特别推荐的当中有 Camsung鱼 酸酸辣辣的汤底 配上炸的刚刚好的鱼 加上长得很像薯条的椰心 而且他们会搭配炉子一起盛上桌 只是加热着保持汤的温度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一定会越喝越过瘾 除了这道必点之外 还有一道酸辣开胃的泰式蒸苏冬 甜美的苏冬 淋上青柠檬 辣椒 蒜米 那味道真的是够嗆够辣 泰式加利控 怎么可以错过这道酸酸辣辣的泰式料理呢 来发加利面 来发加利面创意1965年 以前是在双西大年老街 后来才搬到亚罗斯达 现在已传自第二代 老板的母亲 降起独创的加利面 制作方式传授给她 多年来老板一直按照母亲的秘方 组织这道受欢迎的加利面 来发加利面 虽然只是在一家茶室里的小早蛋口 但每天一开蛋生意就乐意不绝 顾客不只是华人 也印度人 以马来同胞都会慕名而来呢 这加利面的配料非常简单 有肉质 滑嫩的鸡肉 肥美的汤 豆腐泊 一新鲜的豆芽 然而贪头 鲜的不辣 非常符合大众口味 如果想吃辣的朋友 可以另外加他们自制的三八 光看鲜红的辣料 就感觉很辣 吃过的时刻都满头大汉 把这辣的过瘾 八号加利鱼头 八号加利鱼头是以经济菜饭的方式 除了著名的加利鱼头 他们还提供许多不同的菜肴 如加利鱿鱼 羊肉 牛肉 炸鸡 人当鸡 虎 虾 咸鱼 还有一些配菜等等 这里饮料 只有三种类型 凉茶 中国茶 和矿泉水 这里必点的加利鱼头 里头完全没有别的蔬菜配料 单瘦加利鱼头 所以你才可以吃出鱼头的鲜 加利的盐味 再搭配许多小菜 把这你摆饭一碗 接一碗 在那么多配菜里 小爱爱吃他们的炸咸鱼干 酥脆的咸鱼 直接拿起来啃 味道不会死咸 腥味也不重 不知不觉中 就会啃完了 还有 他们的加利无添加椰浆 所以不怕臭酸 吃客们可以打包 左一袋 右一包 回家冷藏 但想吃的时候 拿出来接解冻 再弄热 就可以享受美食啦 滋味肉骨茶 吃腻的咖喱 没关系 小妹介绍你吃肉骨茶 在我们其中一集影片 享誉全球 Top 15的大马美食里 有提到肉骨茶 是马来西亚华人 不可缺少的美食 所以阿洛斯塔 当然也有啦 这家滋味肉骨茶 创立于1981年 这家经营了将近40年的肉骨茶 餐厅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也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 前来品尝美食 这里的肉骨茶 不准荣誉路线 是以淡香的肉骨茶 服务顾客的芳心 清淡的汤汁 大点药材味 再配上飞而不腻的肉骨 真是十岁之味 对了 除了招牌的肉骨茶以外 这里也可以吃到各种炒菜 尤其是炒鲨鱼 是这一家著名的美食之一 经过大火翻炒的鲨鱼肉 淋上四只的豆浆 让人食欲大增 菜骨鱼 金马银后李星杰也爱吃的餐厅 一条菜骨鱼 人人都吃了 都马上成为老主顾 你怎么能不来试试 来过这里的顾客一定知道 这里的价钱合理最好吃 结合甜菜谱和咸菜谱 加入糖 蒜米 小辣椒等油炸 看似简单 每个分量都得做的精准 否则就不对味 带鱼肉真好 香喷喷的炸菜谱 像是覆盖一端上桌香味四色 鱼肉滑嫩新鲜 菜谱直接加分 酸甜中带微辣 又有咬劲 配白饭 大口大口的吃 真的是人生的享受 不过在去年2020年12月 老板的儿子第二代菜谱 继承人令其鼓噪 新菜谱鱼为了确保 顾客吃到都是最新鲜的鱼 他们都是每天进化 一天大概60条鱼 如果你不想白走一趟的话 可以预先询问 不论在咖啡当 巴萨都一定会出现的云吞面 云吞面应该是大家不可缺少的面子之一 这间店面名一面之家 但本地人都习惯称它为桥下云吞面 因为住家是营业的他们 当时也没有招牌 由于住家前有座天桥 本地人就直呼他们的店为 每美元天桥下云吞面 这里主打云吞面和特制叉烧 在网路上有些人会形容它的叉烧是 the best 茶秀 ever 光听到这句话 是不是就让你很有兴趣去吃呢 他们的全蛋面 面条都是自制的 坚持无添加防腐剂 无添加色素 面条丝收汤之后不会膨胀 所以面条更加的入味 入味的面条 配上独家烫烤出来的叉烧 肉质软嫩 有着独特的肉香 叉烧酱汁裸着外层 简直是好吃的不要不要 多年前主播天王 卖鱼哥网雷 梁志强导演 和艺人们 令令一面之家时 对他们的叉烧也是赞不绝口的 现在我们是来到极打最出名的 天狗咖碗汤 我跟你讲 我刚试了 他的一口叉烧 外老真的 没有 再多一开 一样一样的肉 外老 真的果然名不欺缓 来 一家 老板 不吃不 好吃 來,阿龍,怎麼樣?什麼好吃? 太好吃了,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 來,一生 真的很好吃,名不虛傳 BEST! BEST到什麼程度? BEST到你會想愛,你會想念他 你會... 真的很棒喔 因為他們在這邊吃叉燒 是麵跟叉燒分開的 分開的 哇,太棒了 魚打天橋下 把肉吃光了,沒了 沒了 吃麵了 廬山茶室 廬山茶室是亞羅斯的老字號 如今已是第三代了 該店的招牌 燉製鴨腿麵線 一直是老饕和遊客必點的美食 廚山茶室有早室和午室 早室是賣鴨腿麵線 午室是賣手工釀豆腐 不過不論早室還是午室都要找到唷 不然你是吃不到的 他們出名的燉製鴨腿麵線 香味十足的藥材湯底 加上燉到暖嫩的鴨腿 搭配起來非常美味 到了下午就會轉換成干擾麵 有釀料讓人選擇有釀辣椒 釀谷鍋 釀菜花 釀香角豆 豬肉丸 魚丸 釀白豆腐和炸豆腐等 應有盡有 他們采用新鮮的麻角魚肉 加入祖傳秘方 舀起來非常實在 為了保持釀豆腐的新鮮 其釀豆腐的肉餡 當天早上才塞路 則每天都必須賣完 絕不會留到各夜 一碗熱騰騰又美味的清湯 釀豆腐 配一碗肉碎干擾麵 讓人食慾大震能 如果您有機會到亞羅斯島的話 來看看這個魯山真面目吧 題外話 魯山茶汁的後巷 有很多壁畫可以讓你打卡唷 巴巴沙波娘柳風味 夜市 記得2008年 曾經轟動一時的新加坡 點戲劇小娘惹嗎 這部戲讓大眾 對巴巴娘惹的認識更深了一層 加上2020年 這部戲又被中國翻拍了 所以西迷們 對這些娘惹菜一定也不陌生吧 比如娘惹豬肉或雞肉 和娘惹拉薩等 都是讓人口齒流向的美食 但是不同地區的娘惹菜 有不同的風味 馬六甲的娘惹菜 口味會比較偏向印尼和葡萄牙風味 融合了甜酸 辛香 微辣等多種口味 和亞羅斯島的娘惹菜口味 受到泰國的影響 而偏向酸辣 根據他們嚴公的介紹 本地人比較重情於他們的巴辣煎豬肉 和娘惹伽利豬肉片 香阿辣之中像濃湯味 配上豬肉片 辣得恰的好處 也沒有豬肉的沙味 除了招牌菜外 這裡還有燒售 沙包黃酒年雞 沙包黃酒蝦 娘惹伽利魚等等 不同的地方 風俗不同 吃的講究不同 個人口味也不同 以上這些美食 都是依據小妹的口味 排名也不分前後 如果您喜歡的美食 不在這時道裡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一起分享美食吧 不過在影片的最後 小妹溫馨起行朋友們 目前我國的疫情反彈 所以外出用餐 就算是一家人 也必須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在食物還沒到餐桌前 千萬別起下口罩 請大家務必配合SOB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唷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